第二百三十集 熟人 吃得多和吃不饱 各自盯着一个人 嘴边留着哈喇子 玄三和白松面面相去 随后呢 白松的反应很快 急忙夹了几块鱼肉 放在了三头犬的盘子里 吃得多眼前一亮 不再看着白松 低头吃了起来 玄三的嘴角一抽 也有样学样的 急忙给三头犬夹了几块鱼肉 吃不着 也低头叼起了一小块鱼肉 吃了起来 因为是吃不着触摸划策 所以吃得多和吃不饱 也没有继续地再欺负吃不着 三头犬 抬起自己毛茸茸的爪子 拍着白松和玄三的肩膀 像是在说 做得不错 这是什么狗 都快成精了吧 白羊的嘴角抽搐 看着三头犬的人性化的动作 觉得很是搞笑 特别是白松的肩膀上 被三头犬拍过的地方 留下一个黑乎乎的脚印 看起来是那么的显眼 白松心中苦笑 但还是使劲地给三头犬夹着菜 这可是一位大爷啊 看得过三头犬在邻家那一幕的人 白松可不敢把这货 当成普通的狗来看 挤爪子下去 就拍翻了三位宗师 论起战斗力来 这白松悲剧地发现 自己不一定能够打得过这个三头犬 玄三也是一脸便秘之色 哎 座位没有选好 怎么会想着坐在这货的旁边呢 不一会儿 两人一拳就勾肩搭背起来 两个人使劲地给三头犬夹着饭菜 三头犬也是来者不拒 一块块地吃着 而另一个包厢之中 赵真则是满脸堆起了笑容 对着一个中年男子奉承说道 眼角的余光 时不时朝着对方带来的女伴胸口上 瞄上一眼 南总 您选的我们公司肯定是没错的 也只有我们公司 才能够做出这么大的优惠 赵真是一脸的诚恳 为了搞定这个大客户 自己可是费了酒牛二虎之力 吃喝玩乐 今天更是请对方来到 荣城最富有盛名的 五星级酒店之一吃饭 就是想趁着今天 把合同给敲定了 小赵啊 你这人还是很不错的 会做人 但是这价格嘛 不符合我心中的预算呢 如果能够再便宜一些 我马上就签合同 南明拿起了一杯红酒 轻轻地摇晃着 旁边的女伴 则是一脸崇拜地看向了南明 赵真满脸急切地说道 一副我为你好的样子 南总 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低价了 这还是我帮您谈了很久才谈下来的 现在的独栋别墅可是抢手货呀 要是晚了 说不定就有别人进来插一脚啊 为了这个单子 自己可是投进去七八万了 光是今天这一顿饭 就要好几大碗 但是这些 比起这单自己收获的所得来说 是不值一提的 赵真也是确定了 南总有这个财力与意想 才会舍得下这么大的血本 不得不说 赵真虽然人品不行 但是真的天生适合做销售这一行 在荣城卖了房子和车 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南明没有说话 但却沉吟了起来 有戏 赵真看着南明的样子 就知道南明已经心动了 当下也不再说话 把选择权交给了南明 这个时候 自己贸然说话反而不美 好 那明天约个时间 让卖家过来签合同吧 南明沉吟了半场 对着赵真说道 那好 我等一下就打电话安排 赵真兴奋的语气 都有丝丝的变化 这一旦下来 自己的提成啊 足够自己在荣城二环之内 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 酒足饭饱之后 赵真与南明的脸上 带着笑容走了出来 嗯 服务员 过来一下 当走到一间包房外的走廊上时 南明突然皱了皱眉 对着一旁的一个女子叫道 萧丽的脸上 带着笑容走过来询问说道 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南明意有所指地说道 你们这生意做得不厚道啊 还是看人上菜 然后就坐在大厅的休息区内 等待着服务员的解释 不管南明是不是意有所指 萧丽直接按照字面上的意思解释了 先生 我们这里的菜品都写在菜单上的 南明神色不善 指着刚才经过的那个包厢问道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刚才那个包厢里吃的是什么菜 你好 萧丽 怎么回事 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先是向南明打了一个招呼 随后才向萧丽询问说道 萧丽小声地对着董承默说着 而后董承默让萧丽先退下了 先生您好 里面呢 是我们老板在接待贵宾 食材是不对外开放的 董承默亲自陪着白松把食材送到了后厨 自然明白能让白松这么慎重的食材 与贵客肯定不一般 哼 我就是还要非吃不可呢 你让你们老板出来 我倒要问问 你们是怎么做生意的 是看不起我们吗 南明依靠在沙发上 嗓门有些大 引得周围的人 频频把目光投向了这里 有趣 居然有人 看在这里闹事 要是站立还好 要是不站立 哼 那就好玩了 周围的客人之中 一个年轻男子 笑着对同伴说道 男子旁边的同伴 也笑着说道 是啊 上一次 意外抵来的爆发户 对于女服务员动手动脚 最后 手都被打断了 他们纷纷地看起了热闹 不好意思 我们老板不见客 董承默的脸上带着笑容 但却是不理会南明的要求 赵真 自然是帮着南明说话了 这可是自己的大主顾啊 你们这是店大欺客吗 告诉你 南宗可是有身份的人 身价更是可以买下几个 你们这样的酒店 南明也是气得不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还真以为 你老板是什么大人物了 那我非见不可呢 我倒要看看 你们老板 能不能够容忍你这样的害群之马 就算是市长 自己也见过不止一次了 区区一个开酒店的 自己居然连面都不配见吗 南明当下就想往包间之中走去 但董承默的身子一晃 就出现在南明的前方 客人 我们酒店不欢迎您 您可以离去了 董承默放在平时啊 也不会这么做 但是白松刚才可是亲自交代过了 绝对不能够打扰到贵客 是以董承默丝毫不惧 南明抬手就是一巴掌 向着董承默抽了过去 你就一个区区大堂经理 信不信 我有一百种方法弄死你 滚开 喷 预料之中的响亮耳光 并没有出现 反倒是一声闷响 南明的手 被董承默牢牢地抓在了手上 这外面的声响 包厢之内是听不到的 这些包厢都是采用了隔音材料 外面就算是有人带大吼大叫 只要把门关上 也一样听不到丝毫 这也是为了保护来此用餐顾客的隐私 你还敢动手 信不信 我叫人过来砸了你们的酒店 南明抽了抽手 却发现纹丝不动 当下立声说道 怎么回事 北风一行人吃饱喝足 从包厢之中出来 看着近在咫尺的这一幕 白松当即就是眉头一皱 然后询问 嗯 北风的嘴里也发出了一声轻疑 而后笑了 还真是没有想到 能够见到熟人